喜欢看野生动物影片的观众绝对不会错过犀牛这个庞然大物 目前估计的数目全世界只剩下2万多头 而四分之三大概都在南非境内 不过南非官方非常悲观的估计 今年这2万头当中至少可能有1000头会死于盗猎者的枪下或刀下 的确盗猎问题会非常严重 难怪最近看到两则新闻 一个是南非国家动物园开始把若干的犀牛大量的迁移到更特殊的保护区内 或者是开始用人工的方式去砍除犀牛上的牛角 当然砍的过程是有一点残忍 但也只是为了保护它们 因为全世界盗猎犀犀牛角的行动还在持续的恶化当中 它们都去了哪里呢 大家知道最主要的元凶跟消费市场就是中国大陆的市场 中国人血害犀牛角 同时也神化了很多它的养生效果 到目前盗猎跟烂谱的情况始终没办法改善 逼得最近看到很多中国的名人 像是姚明等纷纷出面 呼吁大陆的民众要改变这种恶习跟错误的观念 他们甚至自己到了非洲来宣导这个事情 当然主要是希望他们的国人能够改变这种过去被国际间恶化的这个丑民 但是能够改变得了吗 野生动物还能救得回来吗 从宁美景 野生动物 非洲大地一直是生态纪录片的最爱 但央视播出了野性的终结 暴露的是惨不忍睹的生死教官 全世界最大的哺乳类动物横尸遍野 不是因为自然界的生存与淘汰 而是被人类杀害 透过荧幕感受到的震撼 当然不如肉眼所见 2012年首次踏上非洲土地的亚洲巨人姚明 显然无法接受 两年前妖明以公益大使身份造访非洲 拍摄野生动物保护纪录片 这是她第一个看到的血淋淋画面 就算她不忍心 天上成群的秃鹫告诉着她 这附近还有许多大象尸体 不只杀一头一杀就是全家 而杀生之祸就是他们身上那长长的象牙 坦然的人类把它看作白色黄金 取下它是残忍地用斧头敲 用刀割 如果趁大象还活生生就到手地写象牙 黑市可以喊到6000美元 特别是中国全世界高达7成的非法象牙 都尽到这 数量绝对比你将要看到的画面 还更可观 看着眼前这些数以千计的象牙 姚明当然知道在她的家乡 都被制作成了艺术品或奢侈品 更不要说象牙雕刻技术在中国 还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合法掩护非法 无疑助长世界另一端的斗猎者更猖獗 每天都被捣蛋的小象给叫醒 会这么寸步不离 因为这只小象才出生十天 生命很脆弱 但她已经失去妈妈 看起来温巡其实小象心中非常惊恐 瞧她一直围绕着姚明的腿 希望得到安慰 遗憾的是在姚明到访几个星期后 这只小象因为太思念母亲而离开了世界 已经当父亲的姚明也忍不住拿起大奶瓶 感受一下喂奶的滋味 但等着奶爸的其实还有另一群嗷嗷逮捕的小动物们 极上狭窄的飞机姚明从高空俯瞰非洲大地 尽情感受着生机蓬勃的景象 因为等着她的对保育团体来说 又是另一个悲剧 如果可以姚明心依恐怕希望这犀牛脚别长太快 因为他们的妈妈都因此成了猎人的目标 光是南非在2012年就有668头犀牛被猎杀 创下年度新高 预估2014年数量可能破千 因为部分人们相信犀牛脚具有医疗效果 用它来制药 等于残忍剥夺他们的命 接下来这段影片只能证明偷猎者为暴力 残忍至极 2012年3月 有三头白犀牛遭到猎杀 桑蒂倒在血迫中 努力喘着气 保育人员帮桑蒂注射药物 让她苏醒 却像是看着她从噩梦中醒来 沉重呼吸 剥落的皮还挂在脸上 另一边桑蒂的伴侣腾巴 状况好不到哪去 后腿坏死 连站起来能力都没有 替他们进行无数次手术 桑蒂奇奇活了 腾巴却还是走了 让救他的人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过了六个月 姚明在保育人员带领下 想见到桑蒂一面 没有脚的脸 留下来的巴 看着桑蒂却一点都不觉得她丑 凸显的反而是人类那颗丑陋的心 杨明员带在非洲将近两个礼拜 去了肯亚也到南非 这十年来她常为野生动物起命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成的 这则保护鲨鱼的广告播出后 据说中国鱼翅使用量减少百分之五十 这次替象牙和犀牛发声 姚明还加上了威廉王子 和足球金童贝克汉三人联手 想想想如果全世界都能够配合一个地球 英国媒体曾直言 中国就是制止猎取象牙的关键 姚明选择走进非洲揭露真相 告诉世人 原来你买的象牙和犀牛角 竟是这样残忍得来的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动物们的怒吼声 你听见了吗 谢谢您的收看今天的云端事件 我们下个星期跟你再会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